本周日8月12日晚10点 湖南卫视大型功德礼仪文化脱口秀天天向上 将迎来十周年盛典天天向上陪伴观众走过了十年的时间 不断砥砺前行 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此次也是以成长为主题 邀请到老友关小彤 金晨 张子峰和凤凰传奇 再次去到天天向上的舞台 一起回味十年 谈十年成长 才艺美女也组团惊喜回归带来特殊礼物 凤凰传奇更是以一手一起红火火 祝福天天向上十周年快乐 引爆全场 观小彤金晨张子峰惊喜 回归分享舞台去世凤凰传奇 成天天向上 福星天天向上十年来 见证了无数嘉宾的成长 成为其展示自我的地方 现如今许多当红明星 都曾把青色留在了这个舞台 在天天向上十周年之际 节目组也是邀请到曾经的老友 再次回到舞台 回忆其第一次上节目的场景 张子峰表示自己九岁的时候 第一次上天天向上就是哭 金晨则趁21岁第一次上节目 就感觉自己一直在跳舞 值得一提的是 金晨还现场遭遇前锋爆料 趁其当时在后台吃螃蟹时 把牙都给吃疯了 引发观众爆笑 当谈到上节目的时候 说了哪些话时 关晓彤的你见或不见 我都在这里 则一句 富有事业 你的话让现场赞叹不已 凤凰传奇则表示曾放出豪言说 还要再上时期 事实上凤凰传奇已经上了六次 并且每期收视都是全国第一 显然是天天向上复兴无疑的 与此同时凤凰传奇现场还带来歌曲 一起红火火 欢快的节奏 朗朗上口的歌词迅速点燃全场 除此之外 在节目现场还放出了四位嘉宾 当年在这个舞台上的照片 勾起了嘉宾和观众的回忆 可以看到 曾经都还很年轻 很羞涩的他们 现如今重新回到整个舞台 都已成熟成长 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天天向上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 见证着其成长之路 张宇希孙怡涵特殊礼物 回归天天向上大张伟 花式秀英文 校翻全场天天向上 是一个具有魔性的舞台 就像一双可以发现美帝眼睛 挖掘了无数的美女 其曾经做过校园美女 吃货美女 以及美女地理系列等主题 而在这些主题中 呈现精彩表演的女孩 现如今也成为了电视荧幕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其中的张宇希 湖南美女孙怡涵 北大校花彭高唱 中央美女校花玛丽丽 丹麦天使西塞尔 也再次回到天天向上的舞台 讲述他们的十年成长说 张宇希 孙怡涵 彭高唱 现如今都已成为演员 令人惊讶的是 孙怡涵第一次上天天向上 是在2014年湖南美女地理节目 现在已经是湖南美视热播剧 流星花人的主角之一 马里里也从一名中央美院的学生 成长了一名青年艺术家 可以说天天向上是他们人生转折的舞台 丹麦的芭蕾舞女孩西塞尔 在2014年上过节目之后 就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 被中国观众所说之 还被称为丹麦天使 一直都不会芭蕾转圈的西塞尔 在现场也再次尝试转圈 并跳了一段芭蕾舞 他的惊鸿一瞥 每番全场 有趣的是 现场大家都在和西塞尔规规矩矩的讲英文 只有大张伟在用各种搞笑的口吻讲英文 引得全场观众大笑 本周日8月12日晚10点 跟着湖南卫视天天向上回忆青春时光 版权声明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权署证明与本网联系